今天,我们来做百香果果冻 只需使用三种材料 欢迎回到Be My Best频道 做得简单,吃得开心 首先,准备好四到五颗百香果 从中间往下将百香果切开 用汤匙把果肉和果汁抠出来 装在碗里 往锅里添加1000毫升的水 加热到沸腾 然后加入半杯或100克白糖 搅拌到糖完全融化在水中 接着加入50克白凉粉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之前准备好的百香果 稍微煮一煮 沸腾至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将火熄灭 逐一装进美美的果冻杯 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进行自然冷却 一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盖上盖子 然后放入冰箱 3-4个小时 就可以享用了 QQ弹弹的果冻 搭配酸酸甜甜的百香果 实在清凉可口 非常好吃 重点是 特别容易制作 加上百香果的营养价值高 赶紧动手 再动口吧 欢迎留言分享 你们的体验和感受 再见